达赖喇嘛 你已经八十一大寿到了 我们祝福你 八十万寿 多一点利益众生 我是从 接触达赖喇嘛的话 是从他的书开始 我很欣赏他跟科学家的对话 虽然他是一个出家人 那他还是亲身接触大众 所以衷心的希望 他能健康长寿 然后利益整个地球 整个宇宙 地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广东来到这个旧金山 八十年代来到这里 我们家族都是汉传佛照 后来遇到这个藏传佛照 有点不一样的 遇到这个白诺林波切 慢慢就接触了藏传佛照 特别有特别的 这是Herry他学习佛教的时间比我还要久 那有很多他见过的大师 我也是耳闻 但是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因为他的上师主要是在青海当地 虽然他们有的跟上师没有真的见过面 但是他对于上师的这种诚心 我可以从跟他接触 还有他每日的修行 我可以感受得到 我觉得很感动 我很小就是对生命的意义 就是应该在快上中学的时候 大概在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很想就有一个问题 常常在我的脑海中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那有很多就是说 人生的价值到底要如何去判断 那除了从就是社会 从父母从长辈这里 那我自然就会很想 从这一些宗教的人事物去追寻 最早接触到藏传佛教呢 其实是参加 他第一次参加法会 由藏传佛教背景的组织 所举办的法会呢 是在LA那边 然后是乔美仁波切 然后那时候 他传的是阿弥陀佛的法门 那我只有参加这个 主要是参加他灌顶的部分 那当时在灌顶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特殊 因为这是我毕生第一次参加这样所谓叫灌顶法会 当时以为就是说到佛式祈福 然后只是很刚好能够说参加这个法会 那时候真是觉得是Belizful 那是无法言喻 对远比就是从佛 我都听过是净土法门 然后也听过阿弥陀佛的佛号 但是在法会又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我在01年呢跟这个白马教授阿弥陀佛去这个山景城那里去见达拉喇嘛 到时候吃到他的王间那里是很特别很特别很宁静 不过我们做了礼拜的时候就我有一种感觉是达拉喇嘛传给我一种东西 很特别的就是跟他有特别的因缘 开始在01年开始见达拉喇嘛 之后见过他好多气了吧 听过他讲过好多话这样 在10年我们也去印第安拉听他讲心经这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